才刚结束指挥中心记者会 指挥官陈时中立刻赶到高铁镇 就是要南下墾丁 刷卡近战不忘提醒跟拍的摄影记者 小心安全而遇上粉丝要签名 陈时中也是来者不去 陈时中率领陈宗彦 周志浩 庄人祥还有罗义军等防疫团队 打高铁南下墾丁 对于高铁的防疫 陈时中赞誉有加 那刚刚从高铁这样子 打车 车站人很多 那不过大家都有戴口罩 那高铁清洁工作也看起来做得很完善 大家可以放心 但陈时中也再度重申 不支持防疫期间开放高铁贩售战票 那至于就是说如果要站得很紧 会造成拥挤 那我觉得就要慎重 那总是有正常的座位 可以戴着口罩 那我相信都是非常安全的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陈时中抵达左银高铁站 才刚出站热情粉丝 马上将他包围 大家都想和他要签名 台湾疫情趋缓 陈时中特地南下墾丁 要落实防疫新生活 借台北高雄综合报导